快去跑个安兔兔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皇家评测 我是硕硕 随着黑鲨3S的发布案 又一波游戏手机与大家见面 其中有我们的老朋友黑鲨 红魔ROG 还有新加入游戏手机战场的联想拯救者Pro 这四款手机的发布会 那可说的都是天花乱坠了 价位段也相近 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四台手机同台竞技 看看哪款才是真正的游戏机王 在这四款手机中 处理器有两种选择 联想拯救者Pro和ROG3 上了高通最新的旗舰芯片 骁龙865 Plus 黑鲨3S和红魔5S 则是继续打磨骁龙865 骁龙865 Plus相比骁龙865 明显提升就两点 大核主频从2.9GHz提升到了3.1GHz GPU拥有更快的渲染速度 整体性能提升在10%左右 当然纸面上的提升并不起到决定作用 能否优化好发挥处理器极致性能才更重要 我们也使用Geekbench 5和3D Mark分别进行 CPU和GPU的跑分测试 通过结果可以看出 使用骁龙865 Plus的拯救者 各项分数最高 相比使用865的黑鲨 红魔单核提升了8%左右 多核提升了3%左右 GPU提升了8%左右 ROG则是CPU性能与865机型在同一水平 GPU有一定提升 除了处理器本身的硬参数会决定性能之外 散热能力也很重要 好的散热系统可以让处理器 以更长时间高性能输出 在游戏中才能更稳定流畅 因此我们也来看一下 四款手机的散热设计 如今主流厂商基本使用是 散热凝胶加铜箔 加液冷铜管加石摸片的方式 首先散热凝胶覆盖在处理器上 通过铜箔将热量集中传导至液冷铜管 在液冷铜管内装有受热液挥发液体 在热源处液体会变为气体 将热量顺着铜管带到温度较低的金属边框处 这时再次冷凝为液体回流 循环往复带走处理器的热量 到这步热量会集中在铜管附近 在上面覆盖石摸片 让热量充分向其他方向扩散导热 使得整个手机温度更加均匀 不会局部过热 从而影响握持感 当然这只是基础散热配置 4家在基础之上还做了更多设计 拯救者在此基础上全面加满 用上了双层石墨散热 双液冷管 以及背部大面积的散热铜箔 让热量从手机的正面背面快速导出 ROG则是将液冷管替换为了 面积更大的真空腔均热板 同时在背部增加了电脑中常见的散热鳍片 用于快速导热 黑砂是通过正反两块液冷管 覆盖关键热源提升散热效率 红膜则简单粗绑 在机身内部加热了散热风扇 官方还在宣传中称风到南北通透 加速热力交换 对于散热这件事 各家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甚至房产界的金字招牌南北通透 都被用到了手机上 那么它们的实际表现又如何呢 下面我们直接进入游戏测试 在游戏实测环节 我们还设置了一位踢管选手 iPhone 11 A13仿生的性能 加上iPhone 11如今真香的售价 不少用户也会选择它来玩游戏 今天我们让它跟几位游戏手机 一比高下 测试中所有的手机 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稳定版固件 并同时放置在25度的空调环境中进行测试 我们选择主流手游和平精英进行拉力测试 将全部机型画质调至超高清 帧数设置为超高 开启水面反射设置 这也是几款手机可开启的最高画质 同时使用它们观战同一人战斗 保证游戏中场景操作的一致 通过三轮共进一个半小时的不间断游戏 我们可以发现搭载A13仿生的iPhone 11 平均帧率要高于4款游戏手机 不过在帧率的稳定性上 随着机器热量的增高 波动越来越大 而四款游戏手机的表现 其实拉不开太大差距 我们随后又将画质调整为流畅 帧数90帧 抗锯齿开启 在这一轮测试中 红魔5S表现最稳定 帧数最高波动最小 其次是ROG 拯救者第三 黑鲨平均帧率最低波动最大 而影响处理器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就是散热 我们也用红外相机实际测试 一个半小时之后的发热表现 拯救者在机身背部把热源集中在了中间 所以背部热感不明显 不过正面充电口位置温度很高 右手会有不适 ROG的热量只要集中在散热鳍片附近 并且会传导到金属边框 温度很高 有明显的烫手图示 黑鲨正反表面温度都最低 同时背部热源也是集中在了中间 远离双手握持位 体感最为舒适 红魔则是热量集中在了风道位置 摄像头温度最高 握持也可以感知到明显的热量 iPhone就是感觉哪都挺热的 我们也发现不少网友会选购 风冷散热背夹这种产品 我们把它装在发热最猛烈 帧数波动最大的iPhone11上 继续再跑一局和平精英 平均帧率是40.9 帧率波动1.1 在数据表现上提升了一些 同时手感没有明显的发热 确实带来了更好的游戏体验 追求更高阶游戏表现的玩家 可以考虑购入 在测试过程中 我们也记录了电量消耗情况 整个测试结束之后 续航表现最好的是ROG 共计掉电24% 而最多是iPhone11 总共掉电了41% 游戏手机中则是 虹魔5S掉电对多 共计34% 在游戏表现这一环节 综合帧率 发热 续航表现和实际体验来看 拯救者和黑沙的体验 在第一梯队 虹魔续航不给力 ROG边框太烫 位列第二梯队 iPhone则是除了帧率很高 续航和发热控制都不理想 通过游戏表现的测试 我们也能发现在游戏流畅度这件事上 各家其实都保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平 只有发热耗电控制这些其他维度 能拉开几款手机的差距 那我们就再多对比几项会影响游戏体验的配置 首先就是屏幕 通过我们赤锯子购买的便携式电子放大镜来看 四款手机中只有黑沙3S 使用了钻石排列的AMOLED屏幕 其他三款均为Delta排列 在屏幕细腻程度 颜色还原 整体观感上不如黑沙 不过黑沙这款屏幕 刷新率最高支持到120Hz 其他三款手机 则可支持最高144Hz的刷新率 我们也来实际感受一下滑动场景的观感 而在触控采样率上 拯救者和红膜为240Hz ROG和黑沙为270Hz 触控采样率越高 实际操作屏幕的响用时间就越低 操作时就会越跟手 在我们实际体验中 这四款手机的表现 其实都非常跟手 240Hz与270Hz的实际体验 没有太大的差距 接下来我们看音效 双扬声器作为大家今年 颇受关注的功能 这四款手机也均有搭载 在这一环境 我们也找来了一位 大家喜闻乐见的竞争对手 小米10 Pro 我们使用同样赤巨子 购置的试验设备 高精度麦克风测试 几款手机的外放表现 由于声音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也欢迎大家在弹幕中 打入序号 投票自己最喜欢的扬声器表现 而在游戏过程中 我们听一下同一场景 和平精英的枪声 声音表现最浑厚的是拯救者 枪声最清脆的是ROG 红魔和黑鲨则是听感差不多 在实际游戏中表现都不太差 这里还要提一下 红魔和黑鲨配备了3.5mm耳机接口 对于喜欢佩戴耳机进行游戏的玩家更加友好 毕竟再高端的蓝牙耳机也还是存在延迟 使用转接头又占用一个充电口 不太方便 也希望拯救者和ROG 在下一代可以引入3.5mm耳机接口 在游戏过程中 极宽手机也会提供相应的震感反馈 增加游戏的沉浸性 在这一环节做的最到位的是拯救者 配备了两颗线性马达 可以提供左右精准区分开的震感 甚至在和平精英中 可以通过震感感知哪个方位在开枪 红魔和黑鲨则是可以在屏幕中自定应映射区域 点击区域内的按钮 手机会产生震感 不过在和平精英的实际体验中 开枪的震感相比拯救者有延迟 力度也不清脆 ROG则是没有提供点击屏幕回馈震感 需要开启尖键 这样开枪时就会有相应的震感反馈 整个震感力道不强了 但足够清脆 除了ROG之外 拯救者和红魔都自带压杆尖键 可以自定义映射区域 带来实体操作体验 黑鲨机器本身没有尖键 而是提供了尖键配件 通过实体电容触控方式实现响应 需要将游戏中的按键移动到相应位置 除了麻烦一些之外 实体按键的体验甚至会更好一些 我们再来看一下充电表现 实际测试0-100%充电时长 拯救者仅用时30分钟充满 黑鲨红魔紧随其后40分钟充满 而ROG则需要95分钟充满 时间已经是拯救者的三倍多了 对一款配备6000mAh大电池的手机 30W的充电规格实在是有些保守了 希望下一代产品用上更快的规格 同时考虑到游戏手机本身的使用场景 拯救者ROG都提供了横向充电口 避免在边游戏边充电的场景下挡手 黑鲨则是提供了背部触点充电 避免对操作的影响 红魔在这方面没有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也通过两个完整局的王者荣耀 测试了边充电边游戏场景的发热情况 实际体验发现充电对于手机本身发热的影响不大 整体控制最好的依旧是黑鲨3S 其次是拯救者 由于热源不靠近手 体感温度不高 热量感受最明显的是ROG和红魔 游戏体验环节最好 我们来看一下软件对于游戏的优化 黑鲨和红魔都是提供实体切换键 一键进入游戏空间 仪式感非常强 拯救者同时按压尖键进入游戏中心 ROG则是仅提供X模式的选项菜单 没有游戏聚合界面 在游戏内所有家都提供屏幕边缘侧滑呼出快捷菜单 在我们的体验中 各家都能通过快捷菜单调节屏幕亮度 打开相应游戏的辅助功能 易用性表现上也都不错 这里要重点提一下黑鲨 这套基于MIUI打造的JOYUI 在日常使用和一些细节功能上 要强于其他的游戏手机 毕竟MIUI的家底还是厚 我们再来看一下极款手机的握持感受 最沉的是ROG 相对最轻的是红魔5S 黑鲨在后盖上采用金属加玻璃的双材质 拿起来手感最丰富 游戏时也能避免手掌出汗打滑 红魔5S和拯救者 都是通过亮面玻璃加AG时刻的混合手感 来增强握持性 这一方面最不友好的是ROG 既沉又是整个光面后盖 出汗后会觉得油腻 需要带个保护格来缓解 最后我们也给大家盘点了一下 四款手机联合优化的游戏阵容 在支持列表中 黑鲨3S最多18款 其次是拯救者 红魔和ROG都只有8款游戏 各家也都宣称自己在不断拓宽游戏阵容 目前来看明显黑鲨的脚步更快一些 其他厂商也要抓紧了 同时我们也盘点了一些官方电竞配件 目前拯救者暂时还没有推出相用产品 剩下三家都在周边产品做的比较丰富 对于整个游戏体验上的自定义程度更高 玩家也可以根据实际游戏需求 选择相应的增强配件 四款当前最新的游戏手机 整个体验之后 我们认为老牌近驴 黑鲨和红魔还是值得推荐的 性能不比骁龙86plus机型差多少 针对游戏的一系列优化 配置也足够成熟 并且即使拿来日常使用 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而拯救者感觉它的方向 就不是奔着手机去做 如果你有预算单独购买一台游戏手机 那么拯救者绝对是推荐的 整个手机对于横屏操作的优化 是四款产品中最到位的 也正因如此 它不太适合日常使用 ROG给人的感觉 在设计上有一些保守 更像是一台合格的标准旗舰机 毕竟是在败家之眼的品牌加持下 期待着看到更激进 更让玩家血脉喷张的产品出来 通过一系列测试 我们也发现 游戏手机在性能本身与传统旗舰机 其实差距不大 但在散热系统加码更多 系统有更多针对游戏的优化 使得其可以长时间维持在高性能水平 是更适合游戏玩家的选择 同时类似于冰封散热风扇这种配件 真的是有效果 建议古汇级玩家可以人手一个打牌位 如今的玩家中 一部分经历过PC时代 一部分则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 在PC时代后期就有不少厂商 看中了游戏这个需求 放弃了追求极致轻薄 反而去用厚重的机身换取极致性能 获得了不少骨灰级玩家的青睐 华硕ROG 联想拯救者都是这一时代的代表 而移动互联网大潮来袭 游戏手机这个细分化市场也越来越成熟 从黑鲨到红膜ROG 再到如今的拯救者 不论手机厂商还是PC厂商 都在继续开辟这块战场 把手机的性能天花板不断上探 满足如今玩家的游戏需求 从PC时代到如今的手游时代 对于玩家来讲 变得是游戏的设备与方式 不变的其实永远是游戏世界 带来的那份纯粹 以及和朋友并肩作战的快乐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华评测 如果你觉得视频还不错 希望点个赞支持一些 并且转发到你的游戏群里 你的支持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